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在今天的晚上 主啊我们不只是享受了 主食物的这样子的美食的饗宴 主啊更是我们在今天的晚上 有这样子的聚集 主啊为着就是庆祝主你的降生 主啊在今天的晚上 真的是让弟兄姐妹 不只是在这欢乐的 沉浸在这欢乐的气氛当中 主啊更是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 主你为爱降生 主啊你也为了我们走上十字架 使我们因着信靠你 主啊可以得着永恒的盼望 主啊在今天的晚上 主啊透过诗歌 主透过见证 主啊透过各样的表演的方式 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将荣耀 颂赞都归给你 主啊因为你配得 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拜 主啊愿我们以下的时间 主啊都恭敬地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继续来带领跟引导 主也感谢你 主让弟兄姐妹 主啊能够准备这么多的这样子的 丰富的这样子的诗歌的呈现 或是在见证的上面 主啊就是为着让你的名得着荣耀 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们谢谢李传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读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怎么样啊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 但是 这个教会的水平很高 圣经都背得非常好 今天我们就是查经班一年度的晚会 那么在晚会开始呢 我们先来唱几首歌 来赞美我们的主 第一首歌我们来唱 《齐来宗主信徒》 来我们吃饱了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唱歌 《齐来宗主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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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吃饱的话 我们应该歌声要大一点 不然你那个食物怎么消化呢 来我们吃饱了 拿这个吃饱了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 第二节 《齐来宗主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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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中间有年轻的小朋友 在我们当中看不懂中文的 你先翻到蓝本的诗歌本 101首101 Hym Book 101 If You Wanna Sing English 《齐来宗主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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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崇拜 起来前传统崇拜 起来前传统崇拜 主基督 好像跟我们崇拜的程序一样 那你坐下以前跟前后左右的朋友互道平安 哎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 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 圣诞节的诗歌第97首 基督降生 Hink No. 97 好 等一下 那个本拿比男是不是 你们先上来 我们要唱的时候你们先上来 本拿比男 好 谢谢你们 好 来 97首 来 天使主宝 圣诞 嘉义 先向天见 平目不忍 母人 真能 感受阳群 年东风了 长夜已睡起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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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巨 望极日 将生 第二节 一起 来 牧人抬头 见义惊喜 愿在东方 灿烂惊鸣 发出几光 照耀尘世 不分周年 光彩永恒 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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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君王 今日将生 好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首先我们要先欢迎本拿笔南群的查经班 给我们献唱两首诗歌 《主我要遇见你》跟《普世欢腾》 因为他们是表演所以请大家鼓掌一下 天啊 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祝我要你自己 祝你自己 爱不出现 谦卑微笑 进入我心 我心中伤痛 我眼流泪 你的情感 人生的路如此坦克 有许多无奈 我来到主圈同门 全球奔求主开路 主我要遇见你 祝我心的目的 主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 为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祝我要你自己 终于自己 我主 我又遇见你 祝我心的目的 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 为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祝我要你自己 祝你自己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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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主圈 前辈 回想 幸福我心 我心中伤痛 我眼流泪 祝你不亲爱 人生的路如此坦克 有许多无奈 我来到主圈同门 全球奔求主开路 主我要遇见你 祝我心的目的 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 祝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主我要遇见你 祝我心的目的 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 祝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主我要遇见你 祝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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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在路 ousse across the table 我是满手 恼度下降 老子 结他Cloud 为愿衷心 预备的方 祝天王歌唱 祝天王歌唱 祝天 祝天王歌唱 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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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神遥阳 这歌声真的是非常的棒 主让我遇见你 主让我得着你 他们的歌声里面我觉得充满了 对主的感恩 跟遇见主的感情 刚才那个普世欢腾的第一节 接他为王 那个他字打错了 是神字旁的他 不是女字旁的他 这个字 很重要的字 不能打错 还有刚才我们唱那个 101首齐来宗主信徒的第二节 他竟甘愿舍 那个舍字打错了 打成九十的十了 这个字打不对的话意义完全不同 好 接下来 我们今天有几个见证 我们接下来要欢迎 代表温哥华西区查经班的 赵春梁弟兄来给我们做见证 赵春梁弟兄做完见证之后 我们就要请高贵林的沙利弟兄上来 那个时候我就不上来介绍你了 就请沙利你自己上来 然后沙利上来之后 就是我们教目同工 上来给我们唱小伯利恒这个曲 好 我们欢迎 这个赵春梁弟兄 谢谢 人人人都有压力 常常因着生活 工作 夫妻关系和孩子上学 等各种事情备受困扰 甚至有人年纪轻轻 就身患疾病的痛苦之中 没有了快乐和幸福 生活都比以前好了 但感觉不到快乐 当我的生活 物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 我也常常觉得 我的内心空虚 孤独 常伴随着恐惧 失落 疲惫 迷茫 这是为什么呢 为此我经常陷入沉思 一天我的姐姐 我太太的姐姐 得了癌症 我太太听朋友说 信上帝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脾气和生命 可能对姐姐治疗好 经人介绍 我找了一个电视台信主的朋友 让其帮忙介绍一个信主的姊妹 去帮助我的姐姐 人找到了 当时姐姐不相信 心烦意乱 因她拒绝信仰 也就没有见面 但不知为什么 通过这件事 上帝开启了我的心 让我开始接触她 亲爱的朋友们 礼物虽然好 给你 你要不要 从那时起 在早上在海边走路时 我经常会打开福音TV 听牧师讲道 看福音电影 和偶尔听听诗歌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再靠自己 让她做你生命的救主 在你的生命中 你就会遇见她 叩门 还开门 寻找 又寻见 我深有体会 2016年6月19日 主日礼拜 相信是天父带领我来到温哥华圣道堂 这一天是父亲节 听徐牧师讲道 我觉知信主 当天夜里 辗转反撤 不能再入睡 回想起 多年来 好多事情 就像卡在那个地方一样 不能解决 有时心累 仿佛手机快没电了一样 不知从哪里能得到能量 靠自己耗不住了 百思以前的骄傲之大 自我为忠心 夜深人静 妻子熟睡在我的身旁 心灵上的空洞 谁都给不了你安慰 我开始向她认罪 求她做我的主 那天夜里 我心里不知她 向她述说了多少 不知何时入睡 就这样 我走在恩典的路上 听着诗歌好听 但按照我们小时候受的传统教育 常常会有思想挣扎 也唱不出口 记得我会唱的第一首诗歌是 主你是我最自信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自信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向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刚开始的时候 记不住 不会唱 我就写下来 一遍遍地学着原唱 来唱 由于我住在西区 教会安排我在西区 查经小组来查经 刚看圣经的时候 凭自己根本看不懂 也看不下去 通过查经 逐步了解神的话语 他的话语 渐渐地进入到我的心中 查经主的弟兄姊妹们 热心地关心我和帮助我 尤其是柯仁姐和侯长老的 关心和帮助 柯仁姐每天给我们西区的查经 群里发灵命日良 和神的话语来牧养我们 经常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发圣 他是上帝的好仆人 让我内心非常感动 因着基督让我们彼此连接 查经 让我的生命不断地被建造 我走在天路上 在刚开始信仰的过程中 常常被撒旦试探 常常会回到老我的生命中 也会经常发脾气 迷茫和孤独等 天堂的路上会有魔鬼抵挡 于天父的遇见 疏通我属灵的管道 虽然有时还会有软弱的时候 也常常会犯错误 但他慢慢地在改变我的生命 我的内心逐渐有平安 我愿意读他的话语 愿意在隐秘处遇见他 试着讲困难交给他 讲压力谢给他 认识依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走在天路上 一样会有曲折 但我相信 凭着信心去相信 凭着敬畏去信仰 去仰望 我渴望与他同在 我相信一直有他在带领我 在徐牧师和西区 西区查警主的帮助下 我已经受洗了 非常令人感动的是 我的妻子一同与我收洗 都是上帝的儿女了 他做了我们一家支主 我们夫妻的生命 都在慢慢发生改变 天父在天路上 对我有试炼 我的灵命 在我的心中 发芽开始生长 每天上班 我常常会在上班的路上 祷告 求主带领我 讲他的话语 放在我手机的提醒里 每天都跳出来提醒我 主说 办事感恩 办事宽容 爱人如己 讲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中 仰望他 信靠他 每天早上 起床祷告 讲今天一切的事情 都交托在主的手中 求他带领 晚上睡觉时 再做一个感恩或赎赎祷告 讲做错的事情 向我们的天赋赎赎 求他用保血 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刚开始到公司时 有时一天都忍不住 会由于工作的事情发脾气 过后圣灵就会在心中责备我 藏在主里 读他的话语 他就与你同在 生命改变是慢慢的 今天 与昨天感觉不到 但今年 与去年相比 我的生命 改变了 我更有信心和力量 心里有亮光了 我开始有发自内心的快乐 感谢主 讲这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天父 阿门 今年5月19日 带着父母去看望我二哥 他因中风半年刚好出院 中午全家人一起吃了一个团圆饭 之前我向他多次传福音 非常抵抗 常常与我争辩 受撒旦攻击也非常厉害 他因一场大病 彻底改变了他 可以说人到了尽头 是神的开头 上帝拣选了他 在医院 他也受洗归主 我的嫂子 他的儿子 儿媳 女儿都信主 看到他的生命改变 我们都很开心 他也谦卑下来 这是我的三次洛阳之行的第一行 当我在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深度昏迷 我叫他 二哥 我来看你 没有任何凡 我为他在窗前祈祷 在家里为他祈祷 常常为他祷告 我二少说 当天我们走的时候 二哥在楼上透过窗户 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离开 直掉眼泪 我想是他看着年迈八十多岁的父母 感觉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照顾父母了 心里有亏欠 而又无助 我带着父母看过后的第二天 就周风复发 没想到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兄弟多 家里贫穷 还为我们兄弟付出很多很多 常常放下自己家的事情 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帮助父母和弟兄们 尤其是在冬天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天气里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经历苦难 苦难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自己的天路历程 这是我的第二次去洛阳 是因他中风复发 一年四一月十日 这是我的第三次洛阳之行 这是送别 请他安葬 自今八十岁的老母亲还没有敢告诉他 他还以为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现在我每次去看父母后 离别妈说儿子我想你 我说妈为我祷告 我要为你祷告 然后我拥抱我的妈妈 人生无常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5月19日去看她 到6月19日去了天堂 就短短的一个月 我在想 如果更热切一点给他传福音 给他更多一点的关爱 让他早一点信主 可能就会改变生命 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为此我内心深深的愧疚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你们还等什么呢 你听说哪个基督都说 我信错了 我后悔了 都说如果信得早一点 会更好 你们想过 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去哪呢 我的姐姐还在美国波士顿治病 虽然癌症晚期 她也在近期受洗归主 对死亡不再那么恐惧 不再骄傲 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 生命改变 以前 我像我姐姐 传福音 也不相信 经历撒旦试探 和上帝的试炼 现在她也受洗归主 感谢主 师母对我姐说 如果你害怕 你就念 这些人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赤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啊 求你救我 我是个罪人 求你的保血洗尽我 想想这些年发生的事 虽然生命改变 知识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在灵里面 他们都得到救赎 也让我们亲身经历上帝的大能 他可以改变你和我的生命 因为他是造物主 在路上有风雨 但天父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会不会遇上风暴 明天是否有风暴 但风暴来临时 你站立得住吗 有上帝 我会为你 他会为你在心里 给你点起一盏灯 照亮你前进的道路 枝子与葡萄树连接 枝子与枝子连接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要属灵伙伴 让我们靠主彼此帮助 在基督里有丰盛的恩典 我们每天拿出时间 进行自己的灵修 如吃饭 睡觉 断练 出差的时间 无论出差到哪里 我都带着我的圣经 即使没有时间读它 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 那我们灵凉不吃 怎么可以呢 常常会借着圣灵的感动 向周围的人传扬福音 你经常会看到许多迷失的羊 没有牧人 相信 你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在不断地被建造 外事都互相效力 就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此我非常感谢圣道堂的全力通工 是你们帮助了我们一家人 我爱你们 上帝爱你们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赵弟兄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 你的眼镜 泪湿了眼 眼镜也不要 没关系 我们现在请高桂林的沙利弟兄上来 给我们做见证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报告两件事情 有三个玻璃器皿没有人拿 等一下散会以后 再进了门口自己去领 有三个玻璃器皿 还有在我左侧 牧师办公室门外 那个停车位 有一部车子 Audi的ED307F 你的车后的后盖是开着的 一台Audi的车子 ED307F ED307F 你的车后盖是开着的 麻烦您去看一下 外面可能下雨了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沙利弟兄 欢迎你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 现在是圣诞节 就是进入到圣诞 进入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里面 也是个感恩的 我在这里呢 是一个感恩见证 我今天能够以这个精神面貌 和这个精神状态 站在这个讲台上 给大家做见证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有四个感谢 第一个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我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肾病 在今年的8月底 9月初的时候急性的爆发 就是转成肾衰竭 那么9月5号的时候 那个体检的报告出来 有一个肾功能的指标 正常的应该是60 我当时只有5 所以那个医生说 你的肾几乎就是不工作了 当时我马上自己开车 到那个还很平静 自己开车到那个 波特比医院里面去 马上就进入到emergency 就住院 那医生最后面就是诊断 就是肾功能衰竭 肾功能衰竭以后呢 这一个是在医学上来说 是不能够恢复了 那么对于我来讲 我是9月5号进到医院里面 我9月6号满55岁生日 所以我55的生日 正好在医院里面度过 那对于一个刚刚满55岁的中年人来说 那这个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报告 我在住院期间和住院出来以后的 这个日子里面 我心里面没有恐惧 没有惊慌 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在我的心里面 有我们的神 就是在我痛苦的时候 就是疾病还在折磨的时候 因为刚刚住院的时候 那个胃是不能吃东西 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明显的症状 就是胃筋软 就是不能吃东西 所以吃鸡蛋喝稀饭 这个胃都会疼 都会很剧烈的脚疼 我原来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在那个情况下面 我唯有能做的就是呼求神的名 就是向祂祷告 还真的很神 你呼求几下向神祷告 之后 这个疼痛就慢慢地下来了 然后这些在心里上面 所有可能产生的一些恐慌 一些焦虑 圣经里面的那句话 一直激励着我 就是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这句话非常短暂 简短而且有力 所以一直在我心里面 就是把这句话 当作我的一个巨大的 一个精神的力量来支撑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我要把第一 把感恩 把感谢给我们的神 没有神 没有上帝在我心里面的话 我是不可能有这个恢复 心里面不可能有这个平安的 第二呢 我要感谢我们圣道堂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这主类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在那段时间当中 星期五的这个祷告会 我的这个病的祷告 很多是放在这一个祷告会的 排在前面的 所以我后来对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说 我说我在圣道堂里面撤了名人了 就因为这个病就出名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查经班的这个白叔侠姐妹 还有刘云凯弟兄 他们两位为代表 有一大串人 就是我们全部的这个查经班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 就不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了 他们还有其他的查经班的 还有小组的弟兄姐妹好几个 在他们这两位的协调和组织下 我在住院期间 每天都安排了好几个人 上午下午晚上到医院里来看我 陪我说说话 然后呢给我送他们精心盆子的这个饭菜 因为在医院里面那个饭菜 开始根本就吃不下去的 所以我的第一顿 比较完整的把一碗东西能够吃下去 在医院里面 是树霞姐妹给我熬的一个小米粥 把那一碗吃下去以后 这个胃舒服很多 慢慢慢慢就可以开始吃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要感恩我们教会的 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 第三个感恩 第三个感恩 是要感谢我们的加拿大 就是感谢加拿大这个医疗体系 我在住院的时候 就到医院里面 就一张Care Card 就给医院就行了 然后住院的一切的这些费用 都是在这个系统当中支出 然后我的家庭医生 我的这个就是专科医生 还有那些护士 他们的这个就是专业 那些职业道德 在呵护的时候非常的精细 我是非常的惊讶的 因为肾脏病人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就是贫血 所以贫血以后呢 这个人就比较虚 就比较怕冷 所以我睡在病床上面 他给我们盖的这个毛毯 都是从恒温箱里面拿出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温暖 然后出院以后的那种治疗 送的这些药水 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用品 全部都是每个月按量的送到家里来 所以非常感谢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 感谢这个国家 这也是神祝福的国家 第四个感谢就是给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我的亲人我的家人 我的其他的一些就是教会之外的一些朋友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我已经胜到这个世界 不要怕 只要信 神的这些话 一直在我心里面激励我 所以说激励我一直战胜病痛 战胜病魔 所以我要把荣耀 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归给我们的神 归给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高桂林茶经小组的沙里弟兄 给我们那么好的见证 两个见证都是叫人感动可以落泪的 我还是要说一下赵春良弟兄你的那个眼镜 我记得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 人山人海啊 现在人好像少了不少 是下次要跟他们讲这个 来吃饭的时候呢 吃完饭一定要直接来这里做聚会的 同一个时间呢 我邀请教牧童工 你们可以上来 他们要给我们先唱一首《小伯利恒》 乌啦啦 看我牧师们不但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演的唱的都更棒啊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给我们唱《小伯利恒》 《小伯利恒》 Christians Church 必奏罪行世界 我一席为你借主 永远传网教导 万世世王宗生有幸 寂笑寂宗与义 离玛利亚当生生意 天上天际之间 世间终舍盼随争生 天际前几首颜 珍惜阿诺来颂养 往来离开天真 往来感谢祈祯圣主 往很多世界和平 我们你 operations 往来受祖祷大恩养 扶持伤心的安 何等重点何等安静 偶尔不敢定闻 世界的罗传爱意 救出小难教生 全身健康的开心 这种一定降与 我们非常谢谢教牧同工 给我们献的这么美好的诗歌 《小伯利恒》 有没有发现他们今天唱歌有什么不同 至少有两个不同 第一个就跟上次唱的歌不一样 第二个今天唱歌声音非常大 你的能力有多大 歌声就有多大 力气有多少 歌声音量就有多少 我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很美好的祝福 连牧师们唱歌的声音都比较大 我们正愿意他在我们中间 他们在我们当中有更美好 更有能力的侍奉 把我们这些 把我这个不听话一样 可以好好的教育教育 你们都是听话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温哥华东区B组的包健弟兄 来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 包健弟兄请 帝兄姊妹们平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通过我在茶经小组里学习 所得到的一些心得 通过在茶经小组里学习 学习神的话语 第一我们就不仅仅是要敬畏神 更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心意 学习仰望神 我发现每一次当我仰望神的时候 我就可以谦卑我自己 努力地成为令祖喜悦的孩子 做任何事情我发现 每当我去想 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喜悦神的时候 我就会去做 反之 如果神不喜悦 我就不会去做 第四点呢 就是让自己活出主耶稣的模样 并且要将福音传播给你身边的朋友 2012年的时候 原本八月份呢 我要去非洲的起立马扎罗登山 结果六月份就在父亲节了一天 我在登山的训练中 从雪山上滑坠下来 当时有两百米 神奇的事情被一个 那个熔雪后的一个山洞接住了我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加拿大 野外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无线电信号的 但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块地方有手机信号 那么我的队友就在最快的时间内 跟北岸搜救队取得了联系 后来呢 那个直升机来营救的我 直升机驾驶员也告诉我 说是那一天 其实我们天上山上的天气是不好的 下着小雨又有雾 也不知为什么 当时直升机来的时候 那个云雾打开来了 所以呢 他们就发现了我 那么直升机救走了我之后 我一直心里觉得 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神的 如果不然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可以生还 在那种情况下 虽然那个时候我是不幸祖 我们北岸搜救队的队长 在这后面两年后呢 就不小心去世了 他也是在一个平时的训练中 就这样突然之间离世的 追思会上面呢 他的非常好的朋友 跟他从小长大一起 那时候是北温的市长 那时候说 他说 Tim 这是队长的名字 他说Tim走了 相信是上帝需要他去 更需要他的地方 在接着以后的三年里面呢 我的大腿又做过两次的手术 直到后来痊愈 我们中国人说 好了伤疤忘了痛 没多久之后呢 我就开始忘记 原来那位大能的神 曾经在我瀕临死亡的边缘的时候 拖住了我 我甚至开始感觉 其实就是我的运气 2017年 年末的时候 我的太太Lucy 帮我们报了参加咱们教会的夫妻营的活动 从那开始 从那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福音 1月7号 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觉知信主 4月1号复活节 今年4月1号复活节 受洗归入咱们耶稣基督的门下 然后开始了有这茶经小组的活动 学习圣经的话语 学习我们主的话语 中国人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怎么知道大难后面还有大难 还有更大的大难 今年的4月份 也就是我受洗4月1号 然后4月1号后面不久 4月16号 很偶然的机会 我去专科那里检查身体 发现我得了恶性扁桃腺肿瘤 而且已经到了三期了 是4月16号的时期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我一直在努力准备 经过了大半年准备后 我准备组织 就是今年2018年8月份 再次去非洲起立马扎罗 因为类似我一个新节 2012年没有成功 所以今年呢 我再次想去 所以准备了 我自己组织了8月份 去非洲起立马扎罗的队伍 那么4月中旬被检查出来 这个癌症之后 其中呢 也有很多神奇的小故事 今天不能一一说了 因为时间原因 医院给我安排在5月下旬 就开始接受放化疗手术 虽然治疗期间 我们知道这个肉体上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每每想到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他又复活 还有他那一句 约翰福音里16章33节说 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只要我心里想起这句话 我心里就充满了平安跟喜乐 治疗期间一路都有主陪伴着我 正如诗篇里说 我虽行过死淫的幽谷 但有耶和华 我的神陪伴着我 无论高山低谷 主必与我同行 祂也必不撇下我 很快 经过两个月 我的治疗结束了 身体也在慢慢地开始恢复 之后呢 我又开始参加咱们茶经小组的茶经活动 继续地学习圣经里组的话语 开始检讨我自己 发现以前我是多么地自大跟狂妄 想起前年底 2016年底的时候 我的太太Lucy跟我说 咱们家里是工作的 所以你去买一份大病保险吧 我居然非常不屑 我说 我从那么高的山上摔下来都不会有事 难道还会有事情吗 现在呢我每天都在每天都祷告 请主宽恕我的罪 祈求主的怜悯跟宽恕 从苦难中学习感恩 放话聊之后 我也开始做一些比较小的家务活 比如洗洗碗之类的 我一边洗我一边就感谢上帝 我说啊 我终于可以洗碗了 这比我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时候 要强太多了 在这次治疗的期间 让我感受到 主非常非常地爱我 他让我有很多时间静下心来 学习他的话语 我每次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网络上的布道会 听诗歌 看圣经 如果不是这一次修养身体的机会 我从哪儿找这么多时间 这些都是主赐给我的恩典 我感谢赞美主 最后我想说 我们所信的这位全能的上帝 他是信实的 就如主耶稣 在马可福音里 耶稣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阿们 感谢大家 把荣耀一切归于上帝 接下来 我们温京的查经B小组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演唱一首 Ten Thousand Reasons 千万个理由 这是一首英文歌 台下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会唱 欢迎起程跟我们一起唱 我们将这首歌献给我们的阿爸父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他 他们要几分钟 他们要几分钟来 你们就上来 他们要几分钟的设计 把东西弄上来 我们教会 今天晚上给我们做见证的三位弟兄 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色 长得都是英俊潇洒 然后都是能言善道 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见证真的真情动人 每一个人的见证都很让人感动 主已经胜了世界 是不是 主与你同在 带领你走过一切的高山低谷 还有就是不要怕只要信 是不是 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Ten Thousand Reasons 好 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 好 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 好 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 哦 Zither Harp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ed me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I need m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 Here'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Your rich in love and your slow to anger Your name is praise and your heart is 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A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you He'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On that day when my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angels yield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sing your praise unending A thousand years and forevermore A thousand years and forevermore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Worship your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Lord, I worship your holy na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们这么好的歌声 并且带领我们一起有这么美好的敬拜 一万个理由 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教会的许久明牧师 来给我们短讲 短短的讲 牧师要跟我们勉励 刚才没有机会感谢牧师 等一下等徐牧师说完话以后 我们再一起来感谢牧师们 好 时间交给徐牧师 要我短短的讲 让我把圣经念完就好 今天晚上我跟各位稍微分享 其实时间也不多 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这次查经 各位都知道我们查的是 拉红书跟哪一卷书 哈巴古 我想用哈巴古书的最后一段 给我们有很大的激励的这一段经文 来鼓励我们以及 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 我们的成长 以及我们所盼望 神所盼望我们灵里面的生命 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这在哈巴古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 大家都很熟悉 虽然无花果树怎么样 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类也没有流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段圣经 你看到的 他所写到的这段光景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中也不出粮食 圈中也绝了羊 棚类也没有流 这是一个完全在 可能在战争的状况之下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什么物质享受都没有了 因为这里面很清楚地 告诉了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光景 这种光景 在当时来讲 对他们的人生来讲已经绝望了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活的世上里面 我们突然破产了 或突然我们的生活上面 得到一种重病了 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已经破裂了 这些都是突然来的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吓 或者是惊恶 那这边同时也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战争所造成的一切的粮草 一切的养生的东西都完全没有了 在这样子的一种光景之下 我们看到作者 哈拉巴古书这个先知 他写出他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经历 什么经历 就是他因为跟神的关系 是非常地紧密的 所以他接着讲 然而 这个然而是 我不会受到前面的影响 然而我因耶和华而欢喜快乐 因救我的神喜乐 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喜乐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经济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家庭遇到了挫折 或者是身体出现的警讯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想到 神就是你我的力量 我相信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那时候会想到去仰望神 我们那时候会想到 只有依靠神了 没有别的办法 可是这个地方 哈巴古他怎么讲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你经历了这一切灾难和挫折的时候 你居然能够欢心得起来 你居然能够喜乐得起来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所能够体会得到的 但是一个基督徒他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他相信神会成为他的力量 神会成为他的安慰 神会成为他的帮助 那是他生命里面真正地去经历到神 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扎根在主的里面 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抓住神 不论大风大浪 什么样的风雨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因神而高兴欢喜 一个属神的儿女的身上 所以他后面就更讲到的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在遭遇到挫折与困难 在遭遇到家庭里面的困境 生活上面的困境的时候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路的蹄 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遭遇到一切逼迫患烂的时候 神使我们能够站立地稳 这里讲到母路的蹄就是指的是 母路他在奔跑的时候 他的脚 因为他的蹄是很厚重的 很稳重的 所以他能够快跑地行走 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 神与我们同在 祂帮助我们 好像路 母路的蹄一样 能够在艰困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行走地稳 而不至于跌倒 最后他讲到说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方面的解释其实就是 帮助我们能够战胜 逼迫我们的敌人 或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 这一段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他面临到国家将亡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能够因耶和华而血了 仍然能够站稳的脚步 能够战胜敌人 把敌人踩在他的脚下 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都能够站立地稳 我们不会因为周遭的环境的变化 或者身体出现的警讯和状况 或者家庭里面遇到了重大的困难 或者是挫折 我们而惊慌而害怕 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保护 待会我们能够像哈巴谷一样 那样子地有信心 坚定地相信 神是我们的力量 神是我们的帮助 其实这一段经文 我因耶和华而欢心 就是这整本圣经当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圣经里面整个都告诉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靠着祂 因为祂赐给我们力量 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因为祂引领我们 祂会带领我们 度过各样的挫折困难和环境 我就用这简短的时间 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鼓励 但愿我们在信仰的里面 我们能够扎得更深 扎得更稳 不论环境的变化 不论家庭里面 遭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挫折 我们都能够在基督的里面 靠着主 加给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能够得胜 非常谢谢徐牧师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勉励 神是我们的力量 神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要因耶和华而欢喜 接下来是中文诗班A 来给我们献诗 在中文诗班上来同时 我要问问 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新朋友 新朋友 来 举个手我看看 有没有新朋友 都没人举手 今天晚上你是第一次来教会的 举手我看看 你们都是第一次来 今天晚上来过两次了吗 同一个时间 我们每一组的茶经班 我们都有放了照片上来 我们好不好把那个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我们茶经班 茶经小组 茶经班每一个茶经班的照片 我们现在一共有十三组 十三组 首先介绍 本拿笔区北组 看看你在不在里面 分了笔北组的 有没有来 举手 不管你们在照片里面 举手我看看 只照相不来参加聚会了 好 来下一组 谢谢 温哥华区西组 温哥华西组 不是西区组 温哥华西组有没有 我们欢迎你们 都来了 照片里面都来了 再来下一组 再来下一组 这个是西区茶经班 就是刚刚那一组 到底是温哥华西组 还是温哥华西区 都是 好 三角洲 三角洲的有没有来 我看看三角洲的 来没来 来了 好 欢迎你们 三角洲 再来是温哥华东区第一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A组 是不是 我们的名字好多 有没有 都来了 好 欢迎你们 本拿比区南组 这一组好像人不少 有没有 在那 好 谢谢你们 本拿比区西组 来 西组 住来一起都是老战友 每个礼拜见面的 后面有 后面有 好 本拿比区东族 好的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是不是 好 再下来一组 本拿比区中族 中间的中族 来 在哪 果然坐在中间的后面 好 来 列治文区 Richmond 列治文 Richmond Richmond 好 欢迎你们 高桂林 Cocquillen Cocquillen Cocquillen都是最有爱心的一群 还会顿小米粥 温哥华东区二组 B组 好 好 好 欢迎你们 然后树里区南组 应该是Y Rock是不是 Y Rock 好 还有呢 树里区北组 在北边的 靠近牛塔吧 这个地方 好 好 欢迎你们 几乎都是坐在一块儿 好 还有照片 没了 好 我们现在欢迎 中文诗班A组 给我们唱诵圣诞 掌声鼓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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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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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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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祷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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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好 今天晚上的时间过得很快 最后我要请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 王牧师来给我们 勉励十分钟 来给我们祝福 可能会说几句话 真是感谢 这大开放的家庭 勉励十分钟 来一起 可以大家一起 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 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不会有这么样的经历 所以说让我们今天晚上 真的要高举我们的基督 刚才在许牧师跟我们分享 哈巴苦书第三章的时候 有一句话 真的我感到很高兴 能够听到这句话 就是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 对不对 我们把那句话把它背起来 但是在他那句话之前 他说我们要以耶和华 欢喜 这个耶和华他拯救我们要以他为乐 所以说我们要记得一起来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把他背起来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哈巴苦书第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四伯父亲 我们真是感谢你 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餐 能够在这里欢乐 我们在这里能够以歌声来诈美你 我们以乐器来高举你自己的圣明 我们知道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正的灵受到主 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以心灵尘世来敬拜你 四大八父神 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晚上 三位弟兄所分享的生命的见证 我们感谢圣灵你在他们的生命 能够以真理给他们鼓励 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主 祝你与他们有这个密切关系的福分 祝他们的见证感动了我们 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 继续地能够来不但查考主 你这个话语 你的真理 真正的能够把你的真理活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的灵 圣灵来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来恩高我们 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真理的见证 能够荣神义人 我们也恳求圣灵给我们力量 能够不但能够更加认识 爱我们的耶和华 更能够经历耶和华的大人 真正的看到生命更新的变化 我们恳求主 祷告付出生命的祈求的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明天早上欢迎你们 早一点来跟我们一起相聚 谢谢王牧师 谢谢 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参加 大家平安的回去 明天早上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七位的弟兄姐妹要在这里受敬 感谢观看